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生活马来军 这一期测评真的是我犹豫了两年多时间才下进决心做的 那就是胸贴测评 之前主要担心我一个男生做可能不太合适 但是很多女孩子其实有这方面需求的 前段时间又刚好听一个女同事说 不好用胸贴居然会掉下来 这也太尴尬了吧 那今天呢就帮大家选出最好用的胸贴 我一共挑了8款胸贴 几乎把市面上所有常见的类型都买过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 所以测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直观 那接下来我就请了一位模特 来跟我一起试穿一下这几款胸贴 诶 搞错了 再来 这位是我的新朋友名字叫小白 那这一期测评呢就会由他跟我一起来完成 第一款是79元的芬斯底娜面料是莱卡 他们家送了好多配件 什么保护贴 防尘膜 清洗澡 还有一个擦拭巾以及一个收纳包 那接下来我就跟小白一起试穿一下 穿好了 然后这一款上身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有那么一点点存在感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的原因 然后它是中间有一个卡扣的设计 我扣上之后并没有那种巨拢感 看一下小白身上穿的看起来是挺平整的 从外面看并没有衣服那种褶皱 就是不会感觉到贴了胸贴 然后因为小白是纯白的嘛 所以会有点透出来 大家看我身上应该是比较隐形的 从外面看并没有非常的明显 我给它舒适性是可以达到4分的 然后隐形效果的话也还可以 所以能够达到5分 那么就穿下一款 第二款是安瑟尔阿诺的硅胶胸贴 38块钱两个 带一个塑料壳 材质是硅胶材质的 摸起来 这种应该就是最初级的胸贴了吧 应该很多人都有用过 然后它销量也非常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上身的第一感觉 明显要比上一款的垂直感要强 就是能感觉到比较重 然后沾着的那种异物感也是比较强的 看一下小白身上的话 还是比较平整的吧 在外面看并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我身上大家看应该也不算很透 这一款的隐形程度应该能达到5分 还是挺隐形的 胸型也还行 比较贴合 然后它的一个舒适感我觉得会较差 只能达到3分 那我们开始下一款 第三款还是蛮厉害的 是波波小姐家的充气隐形纹胸 198元 充气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达到聚拢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这个里面的气囊是比较大的 然后还是不太透气的材质 我估计下间穿可能 还不如买一个普通透气的内衣 它这一款是有三种穿法 一个测贴 送了一个肩带 还有一个隐形带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测胸贴嘛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它的测贴功能 这一款穿在我身上 应该还是很明显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纹胸 所以我身上看起来就会比较古嘛 然后看一下小白身上 看起来是非常平整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纹胸 可以看得出来我身上还是蛮隐形的 除了比较古之外 这款因为它是测贴的 然后我上身到现在的一个感觉 明显要比前面两款要舒服很多 舒适度应该可以达到5分 然后它的一个隐形程度 除了我男生穿起来可能比较奇怪之外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女孩子 穿起来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它的一个隐形程度应该也能达到5分 那我们下一款 第四款是必非力的一片室内衣 是35块钱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一整片的一个造型 然后背后也全是胶 我估计到时候贴上身上肯定会非常不舒服 而且撕下来估计也挺不舒服的 然后它是通过两边收紧 来起到一个聚冷的效果 那我们就来试穿一下 哇 这个胶也太黏了吧 这款上身的感觉就是一个大的胶带贴在你的胸上 然后刚刚贴的时候其实也不太顺利 因为它胶水实在太黏了 小白身上看可能还好 就不是特别明显的痕迹 除了我觉得可能 我就只是说了 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胸部比较丰满的话 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比较明显 然后其实我身上还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处是有的 所以隐形程度可能只能打个3分 然后在舒适性上面的话 它并没有那么强的垂直感 但是我估计这么大胶水出汗还挺难受的 所以舒适性先给它打个4分吧 那我们开始下一款 不行不行 这个好痛啊天呐 不行舒适度我觉得只能打3分了 太疼了我的天 这个胶水真的太黏了 受不了受不了 刚刚前面说的四款都是覆盖面积相对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款相对比较小一点的 第一款是22块钱一对的U-BRAS花边熊贴 它的材质是这种布料加胶水的材质 然后中间部分是没有胶水的 估计是为了舒适性的考虑吧 那我们接下来试穿一下 这款上升的感觉跟前面几款明显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上升之后我是没有感觉特别明显的异物感 估计是戴久了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戴了熊贴 然后我刚粘的时候发现它边缘是没有胶水的 粘上之后它的边缘肯定是会翘的 然后它因为是一个完整的平的形状 估计胸部比较丰满的同学贴上之后可能会有点褶皱 然后隐形方面的话给大家感受一下 还是非常明显的感觉自己胸口贴了两度滑了 所以我给它隐形程度只能达到2分 然后舒适性是比较好的可以给到4分 那我们看下一款 第六款是南极人的无反部胸贴 这个就便宜很多了30对只要19块钱 这一款也是这一次测评中唯一一款一次性胸贴 我们还是穿一穿看吧 哇 这一款上身的舒适度我可以给它打100分 我都怀疑自己刚才啥都没穿 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 连那种胶水的感觉都没有 天哪 太夸张了 然后它是那种平的一片纸 然后看小白身上已经褶皱起得非常明显 我刚才也试验了一下 贴在这个上面就是 因为它是平的嘛 贴在这种圆形的胸上面的话 肯定会褶得非常厉害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这一款真的实在是太薄了 如果平时有击凸的朋友肯定是不太行的 那这一款的舒适度我是可以给它打5分的 但是隐形程度的话 考虑到褶皱还是很明显的 同时也容易击凸 所以只能打2分 那我们开始下一款 第7款是39块钱的威纳密与提拉式胸贴 这一款其实就是在硅胶胸贴的基础上 多了一个提拉的功能 就是把胸贴先贴在这里 然后这样往上拉就能起到效果 上身的第一感觉跟前面第二款式的 那个硅胶材质的有一点点像 虽然它这一款胸贴部分面积是小了一点 但是因为它多了一个提拉的部分 所以整体的贴在身上你会感觉差不太多 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存在感 同时它是又有提拉上来的嘛 所以你是能够感觉到有一定的力在往上提的 然后隐形方面的话 我身上刚看了一下是不太透的 还是比较隐形的 但是穿在小白身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小白穿吊带就是比较低胸 所以这边两个滑上提拉的部分就完全落在外面了 所以平时如果穿低胸的朋友的话 这一款估计是用不了的 所以这一款的一个舒适性打分的话 跟第二款是一样的 只能打到三分 然后隐形程度的话 其实要看情况而定 如果就正常穿衣服的话 它也是隐形的 所以能够打五分 但是如果穿这种情况 吊带或者低胸的衣服的话 就只有零分了 那我们看下一款 最后款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 它简直突破了我的一个想象 是Brada的无胶自粘胸贴 这个还挺贵的 带购过来竟然要169块钱一对 它的主打点就是 我没有胶水就能沾上 给大家看一下 摸上去确实是没有胶水 我们穿在身上看看 哇 这一款真的是绝了 虽然没有胶水但沾上了 而且贴上之后居然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隐形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上是比较平整的 也不是很透 然后看一下小白这边 因为它这一款相较前面几款 平的那种来说是有一定弧度设计的 所以穿在小白身上是比较平整 更加的贴合 这一款它的舒适性是绝对可以达到5分的 然后它的一个隐形效果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所以也可以给它达到4分5分的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测评的 8款胸贴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我也根据刚刚一个上升的体验 以及效果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参考 刚才前面也说了 这些部分的胸贴可能是有脱落的风险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8款胸贴在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个牢固情况 大家都知道出汗跟运动是比较容易导致胸贴脱落的 所以接下来我会用跳绳来测试 各个胸贴的一个牢固程度 但是因为我又比较平 所以我就请了一位有胸的朋友 这一个环节就由他来帮我做这一项的测试 来吧展示 我们将跳绳目标定为300次 8款都在温度约为32度的天台进行测试 其中波波小姐这一款冲气隐形文胸在40次左右就直接掉落了 是8款中掉落速度最快的 其次是威纳密宇提拉式胸贴150次 Brother无胶自粘胸贴165次 安斯尔阿诺硅胶贴170次 而UBRAS花边胸贴在291次左右才掉落 最后是三款跳绳300次都没有脱落的胸贴 分别是芬斯底纳隐形文胸贴 南极人无反部胸贴和必非力的一片是内衣 但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松动 这个结果我还是很震惊的 原来胸贴会掉是真的 总的来说这一次测评的8款胸贴 没有1款是能够做到完全牢固的 当然我们这一次测试确实也比较极限 主要目的也就是对胸贴的牢固程度来做一个排序 我觉得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应该不存在这么严苛条件吧 大家就单做一个牢固度排序进行参考就好了 胸贴除了是否会脱落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胸贴上的胶水范围都很大 而且是直接接触皮肤的 所以脱下的时候是否会疼痛呢 于是我就进行了撕拉测试 BRASA无胶自粘胸贴就不用多说了 没有胶水 所以舒适性是满分 波波小姐隐形文胸 南极人无反部胸贴 威纳密与提拉式胸贴 以及安斯尔阿诺的硅胶贴 其次是芬斯迪娜和UBRASA这两款有明显的痛感 面积很小的UBRASA甚至还要更痛一点 最后重点说一下大魔王必非力一片是内衣 不仅粘胶粘性很高 撕拉的时候也非常的痛 而且它面积还特别大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好了8款胸贴已经测试完了 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几款胸贴在我试用对比之后 比较推荐的有两款 第一款是芬斯迪娜隐形文胸贴 穿着效果很隐形 使用的过程也比较牢固 唯一的缺点就是脱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痛 79块钱的价格中等 也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的 另外一款是BRAZA无胶自粘胸贴 舒适度是满分 也很隐形 牢固程度也是不错的 169块钱价格不算特别的美好 但考虑到它是无胶材质的 在使用和清洗过程中 都不会给胸贴本身带来什么损耗 使用的寿命应该是蛮长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看 以上就是本期胸贴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些胸贴我都已经穿过了 所以就不送给你们了 现在还请胸贴测评的 字幕 李宗盛